各位神網學員大家好,我是Mr.海豚飯正宏 現在時間是2020年8月19號下午4點16分 開始我們的索馬影音 好,今天大盤殺的也不算多 不過今天是第二天的量增下跌 那連續的量增下跌基本上不是一個很好的現象 因為畢竟下跌還是希望量縮 其實我昨天跟今天都有講 如果說震盪整理或下跌最好都是量縮 那量增的話其實代表就是有人在出貨 那當然說從三大反案來看的話 今天是自己傷到比較多 那當然我們是不要去管他 那不是說不要管他 就是不要去過度的看到他賣那麼多數 擔心後沒有什麼 我還是就線圖來做一個觀察 那以這個支撐的狀況來講一樣 12625關鍵點還是在這裡 這裡不要破大概大概有機會維持強勢 只是短線的個股輪動的問題 那另外今天其實是KD有帶死亡交叉 那其實高檔震盪過程 KD本來就要插來插去 所以如果說你用高低 KD黃金交叉進場 然後買進 然後KD死亡交叉在出場賣出的話 那大家會把他亂七八糟 這個大家注意 指標不要亂用 指標不要亂用 那這個今天大盤狀況來講 當然今天整個盤來說 這個全子股算是有在跌啦 所以不能說是 應該說是全面都有在殺 但是今天的高價股有在反彈 所以感覺又沒有死得很透 那當然今天也可能是因為結算的影響 因為我今天早上都有講 就是這個結算的狀況來看 可能是12800到12950 收在這個區域間都算莊家贏 那當然說 反而想說盤今天還蠻硬的 盤狀況其實還蠻硬的 反而想說如果可以收在12850到12900之間 大概就中加是大勝 就是全收的意思 那大家看起來是最後結算加是在12806 那昨天有給大家那個 就是我的那個自選股跟那個頁面的設定檔 那大家再用我看 目前看起來是沒什麼問題 沒有人有反應 那大家記得去把這個台子換成090 那怎麼換呢 就是修改商品 輸入這個台股指數啦 就會出現這個台子090 不要選到一般 因為一般只有日內的 090就可以看盤後的 把它換過來 然後今天的櫃買其實表現不算大 不過它的問題一樣也是量增 因為雖然說這種震量增 你最好是量縮 但是它出現量增是比較討厭的狀況 所以呢 不管是這個 因為這個先講完好了 月線今天在這邊 對 明天還連續扣3天低檔 所以月線有機會走平轉秤 那這個OTC的任務就是什麼 就是不要收破月線 不要收破月線最重要的 不收破月線這邊就有機會走平轉秤 那當然我之前有說過這個頭肩底這個結構的問題 就是這個低點就不能再破 這個161.27是最好不要再破 因為再破的話 雖然說季線可能沒破 但是這個頭肩底的形態就會壞掉 就會壞掉 然後 剛剛講到櫃買的重點是 接下來就是量縮增量整理 不用大漲也不用大底 重點是量縮增量整理 那大盤呢 因為今天有結算 刻意壓低的可能 因為我看到頭信跟外資型沒有大賣 主要是自己上在大賣 那明天呢 明天很關鍵 明天最好狀況就是 開高 收全軍線之上 那量縮也沒關係 因為明天就是一個震盪盤去化解這個短線壓力就好 短線的下跌壓力就好 因為連續兩天量增 如果說上漲量縮 連續量縮過幾天就可以化解 那KD也不會持續的往下去走 這個是大盤的部分 好那我們接下來講個股 個股我先講今天的動作好了 我今天買1出3嘛 買1就是買這個 欸喔 畜品 那畜品買很簡單 我之前有講過那個開盤時候看成交量 那昨天我應該有講 就是 增成交量是2686張 也是量縮格局 那今天的量呢很簡單 就是一半嘛 一半 你就先看嘛 什麼時候 就是9點半10點半之前 什麼時候突破1300張 那有突破的話 就代表說 其實上今天是一個 合格的補量攻擊的機會 那其實大概就是在 我看一下 應該是 差不多就這個位置 這根紅K出來之後 這個是5分K 這根K 紅K出來之後 大概均量就達到了 就今天的量就超過 1300張 那所以我大概就是在 這個之後去做進場 大概就進在這一根 這兩根 這兩根 因為我發訊息的時候還是有點時間 所以買位置沒有算太好 但買在29.6 29.65左右 變成有點追高 那今天盤中 我的思考其實是說 我今天尾盤 我有說過 尾盤可能要再換股嗎 其實就打算出其他股票 就客家 因為客家今天破 不是行 那把客家出到之後 加碼這個續品 但是我有一個關鍵點 就是我覺得這個點不要破 這個29.2不要破 因為這個點破 等於說日內的最大量 被套了 那當然說也不是說被套 後面就一定跌 就是說短線有點出貨 這個等一下我在講 因為今天很多突破股票 都是有出現上影線 那這個 等一下 在這裡 那這個跌破之後 所以今天就取消加碼策略 但是因為今天還是收紅K 那當然說一般來說 這種常常上影線 我會跟大家講說 你去觀察 這個外資有沒有大幅的賣超 或者是 還是持續買進 如果持續買進的話 就代表今天可能是當充客去做的 那但他有個問題 就是他的外資 的量跟阻力量其實不多 所以我覺得今天可能看這個籌碼 也沒什麼太大的意義 那當然本來給大家防守點 是在26.5 那當然說以今天 不光滿在這裡 射26.5可能都太遠 都可能會太遠 都可能會太遠 那所以呢 我就全移啦 就是選擇去守這個月線附近的這個低點 就27.4 27.4 目前也是守27.4 因為既然大概一樣是看收盤 或是盤中有特別的狀況可能提早出 因為像今天的金電跟安琪 我就是提早做出場 那等一下會一起講 那所以既品接下來 你要守今天低點可以啦 因為我是認為說 今天可能會受到大盤影響 所以他有一些賣壓 那我決定說給他一點空間證 所以去守這個 守這個27.4 因為避免說 短線他要攻擊前 然後明天稍微跌一下被甩下車 就跟大家講 那當然說如果說他接下來要整理的話 最好就是量要縮下來 不然就是要補量攻 這是既品的部分 那安吉 沒什麼話好說啦 因為他就是破我昨天講的這個點 那破了之後 其實我還等了一下 我看到會不會拉上來 結果沒有拉啦 後來我就直接出掉了 我出在哪裡 我想是出在 我好像38.1吧 這邊我點是38.45 我大概出在38.1 我是掛38 然後有些學員可能動作慢 有點沒出到 我跟大家講 有時候你遇到一個狀況就是說 你要掛單沒有成交對不對 他往下殺 你一個你就先掛了等一下 看一下狀況 那第二個就是 如果真的沒有彈回來的話 就是因為你還是一定要出場 就是尾盤出最後一盤 我只能用這種做法 因為我自己之前是這樣 比如說 今天停損點是在38.45 然後已經過38.45 已經跌破38.45來到38 你掛38沒成交 他會往下殺 那我會先掛到38等一下 看到會不會彈回來 因為今天狀況是他沒有彈回來啦 比較可惜 那如果有彈回來的話 就是出了相對好 那就是 反正就是都要停損了 就是 就是今天內一定要停損的話 就是掛架位等等看 如果真的不喜歡尾盤 就一定要出掉 好 那再出第二檔就是 金電 那金電我覺得 因為昨天破嘛 今天一定要拉回來 否則這個 短線就比較有疑慮 那今天又是持續的有點 不能說滾量 但是今天還算是小幅的量 只能繼續做殺盤 那其實盤中看估量 大概確定會比昨天大 那盤中又有跌破這個41塊 那所以我就覺得 這個大概很難回來了 因為加上大盤今天又這樣殺 這種比較中大型的 可能就會成為殺盤的重心 那我就比較直接就把它出掉 我好像出在40.8吧 看一下 我出在哪裡 等一下喔 我看一下 40.65 所以其實砍了也不算好啦 我就出在40.65 反而就照計畫破這大量的紅可以砍 其實昨天 就有點想要砍啦 因為昨天破這個結構 我就想說欸 如果迷你LED 接下來還有機會 應該金就站回來 結果沒站回來 畢竟像這6278 一直說觀察月線嘛 就是海豚講是有道理的 觀察月線有沒有站穩 有沒有翻平 那6278站沒站穩 然後今天又破 其實這個有機會繼續整理啦 可是這個狀況就是不舒服了 因為連最強的金電都破月線 而且今天沒有沒有站回去 那這個惠特也是齁 算說完成這個KD交差 可是有點弱弱的啊 就不舒服 那其他的像 勇冠啊 元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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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鋼沒有破五日線 我就續爆啦 那華晨其實這個看起來是還好 那和尖今天續攻 大概是台股目前 算是最強的前幾名了吧 那康和也是啦 這個沒有破線 我覺得也是都續爆 我看有沒有漏獎 華晨今天表現蠻好的 那華遜我是 我沒有講過 那更新今天算不錯 逆勢上漲 他就是溫溫的啦 慢慢漲 如果你有的話可以續爆 那但是就是要守好出賞點 目前看的話 出賞點應該是移到這裡了 250 萬達跌停 這個很扯啊 就是連續噴噴噴 然後一根跌停 這個誰也想不到 那其實這個元鋼我昨天有說過 這個可以觀察一下 那目前今天有修正嘛 那目前整個太陽倫族群看起來 最強的是 不要算帽敵啦 看一下 能源鋼 因為你說帽敵他是連噴嘛 所以他竟然破五日線 他當然是不會去破到月線 那聯合再生也還OK 也是破五日線 不過這都符合短線停地了 那元金算是結構比較好 因為他至少在整理過程中 月線沒破 反而是比安吉好 不過元金我有提到 他最近要現增 所以我會稍微觀察一下 那其他的 這個 能源骨我是在觀察勇位投控啦 連續兩根攻擊以後 我看這邊的整理狀況 那這個 這三檔大概沒什麼問題 今天中心天才漲 那康叔今天 就是有過高嘛 他也是一個 就攻擊過高之後收上影線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 好那 再來看那個 今天比較強的是散熱族群 散熱模組族群 齊鴻掌停啊 安利今天也是 攻擊之後收上影線 今天很多這種股票 現在就是要看這個 昨天的選股當中 蠻多都是這樣的 像這個 連牆 上影線嘛 是沒有爆量 海躍也是 海躍是做那個 房地產代銷 房地產代銷 他形態很好 可是我是擔心他要整理 沒想到今天就噴了 可是也收上影線 所以今天 既然這樣追架 既然這樣都中招啦 劍準也是齁 然後 耀躍也是嘛 不過耀躍其實昨天就已經符合進場 沒有這是上禮拜的 上禮拜的 這個也算可以算是符合進場條件 全漢今天好像還好 那 講一下然後 我們就 這個秦亞也是 也是上影線 所以今天這種股票很多 大家留意以後 如果當這種股票 應該說頻繁的發生 接下來今天如果頻繁的發生 就要留意一下 接下來就比較不適合用追 追架的方式去做操作 因為很容易被 被咬到 這個部分就只能說 就是可能改用另外一種 就類似像這種 攻擊之後呢 不要去買 等壓回到接近停順 接近停順的時候 去做支撐的買進 不過這種做法 是在大盤很明確的 都有這個狀況的時候才這樣做 要不然的話 遇到延續性好的時候 像前幾個禮拜 見上你不追見上 是沒有機會上車的 好 那再來講一下今天的個股 我覺得我還是會講 不過大家盡量是保守看待 就是不是保守看待 就是這幾天可能先觀察一下大盤中 就不要亂追股票 那像今天的話 我看到的是好展 就是他算整理的不錯 那今天疊也是亮縮 我就可以觀察一下 因為我說過 爾文強相關的 他的展望居然異常的說 可以看到年底 這我前天應該有講過 那另外就是雅德克 他也是這邊整理的算很好 這算齊醒的 亮縮的很好 這個算比較貴啦 那他月線上來跟這支撐很接近 那就看有沒有壓回可以買的機會 或者是等出量攻擊再追 我家真的 今天看到這樣出量攻擊追 其實會有點怕怕的 那其他的話 紅樸是幹嘛的 是銀劍骨嗎 我忘記了 那長紅我覺得看戲就好了 因為我是 我在選果世界上 我沒有看苦名 我就是一直按一直按 欸好的我就勾起來 我就勾起來 然後這個全漢 他也是算是這個電源供應器相關 欸對 今天電源供應器其實表現不算差 我們看一下電源供應器好了 今天電源供應器 其實都是NP相關的啦 這個動力 漲停 那偽星就算飢渴了啦 然後續屏也是飢渴 然後安泰克其實最近整理得不錯 那我本來想說 如果他可以持續亮收整理的話 就找機會再推薦給大家 可是今天他就有點 稍微有點弱 超有點弱 那海運電今天得2% 這個不用講 這引收落賽的 那橋間也算硬啦 不過也是上引線 那回來看這邊啦 那續屏我剛剛講過了嘛 就是 就這樣 那比較強的大概就是這些 建設 建設還好 看一下 應該是他這邊修正幅度還好 這要觀察 這還要觀察 然後其實今天沒什麼股票可以講 大概就是好展吧 然後 亞德克 全漢 這比今天大盤強的形態還是強勢的 大家就觀察這幾檔 我今天先不給大家手碼表記 但是這幾檔大家可以觀察一下後續的表現 好 那今天的手碼影音就簡單到這邊 那一樣還是提醒大家 如果你有什麼問題 希望我在手碼影音講的話 或者是你需要我做什麼 希望我在做什麼教學 再重新在手碼影音去做解釋的話 都可以在Light跟我講 那如果時間夠的話 我就會跟大家去做個解析 好那今天手碼影音就到這邊 好祝大家操作順利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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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